大概我妈也发现了这个事 她就有一天过来 就说少青啊 当初啊 有些事妈没有跟你讲 是怎么样啊 其实啊 那个时候 我妈没讲几句 我说妈你放心 我只要跟你一句话 我生是宋家人 死是宋家 宋家鬼 你放心 我不会随随便便就 对于你们两个人就不顾 然后 不会 你对他们是充满感谢的 对 杨艺圈其实最重要的 行的空级比起的大企业 好 在两年前 其实我觉得不容易 你一次经历的失去了 四位的亲人 你的生母 养父 养母跟岳父 我一直想说 真的应该去找詹维忠算个命 就是是不是命太硬 一直客 所以你豁达又阿达 对啊 可是怎么面对呢 一次四个人 你最亲近的人走了 还好 我不知道或许是因为他们真的活得够久 对 而且是连续的 我妈妈九十三岁走 对 我爸九十六岁走 那高瘦 都是高瘦 我生也是八十多 那我的岳父 那我的岳父七十 但是他是在睡梦中 非常有福气 对啊 那走之前有说在卧榻 在床榻上生病 完全没有 他们给了我 极大极大的恩惠 我妈从她说身体不舒服 我送她到医院 到医生检查完 说 我们讨论说转安宁病房 五天 五天从不舒服到爱的病房 那之前身体都还OK 对 九十三岁 那真的是很大的福气 有福报 那是有福报 真的有福报 你的人生也像是一出戏 听说你是到大学的时候 才发现你是爸妈的样子 是 当时你的 应该很惊吓吧 吓了一大跳 没有 没有 还是你就猜出来了 小的时候 我的家稍微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复杂 就是我的生父跟生母 生母是原住民 生父也是民国三十八年 跟着蒋介石来的 对 那生了我之后 满月的时候 我生父就走了 所以我生母就改嫁 对 那改嫁之后 一个机缘巧合 就把我送给了 改嫁之后 等于说我继父 继父的姐姐跟姐夫 那个时代是强 她会有这种事情 对 所以你的生母也在你的生活圈范围内 生活圈里面 对 所以很多的 那你以前都不知道 以前不晓得 因为他们也都没有讲 然后其他的原住民阿姨来的时候 也都没有说 你说爸爸走了 是过世还是就离开家里 过世了 过世了 过世 对 就可能我命运 克服 这生母等于是你的舅妈 舅妈 对 对 好有 这是很特别的关系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对 但是有时候那个原住民那边的阿姨 有时候来家里帮忙啊干嘛的 就喝 我妈就会招待他们喝酒 我妈是不喝酒的 然后就招待他们喝酒 原住民阿姨就会喝一喝就 哎呀 中当 我的小明过来 你以后将来长大哦 你一定要对你的两个妈妈 我很孝顺 你知道吗 两个妈妈 对了 因为另外一个是旧妈妈 我就这样顺着就过了 旧妈妈 然后一直也是因为冯英刚 你看 所以我跟那个学长 就是不解之缘 那时候他去当兵 他在警备总部的白雪医工队 那白雪医工队如果 他希望我能够去帮他 去巡回 像暑假 寒假的时候去跟他一起搭档 巡回相声 跟在部队里面 可是到警总的话 你得要做这个身家调查 我想身家调查我怕什么 我爸职业军人 海军军官 我妈在复联会 这怕什么 蒋夫人的复联会 对不对 户口明布 就拿了出去 我妈那时候 我之前有回想过 就我妈那时候有犹豫一下 因为以前户口明布里面 写得非常详细 而且是手写的 你也没看过户口明布 我还没 我也没看 来我就 给了学长 就冯英刚拿去 你就直接拿回给我 我记得那天我就坐 212路公车 再回家的时候 我心想 这个户口明布 从小到大 20岁了 都还没看过里面 对 拿开来看 户长宋国杰 这个七 对 七 宋张淑敏 称为杨子 宋少卿 哦 第一次看到 对 第一次看到这个 对 然后民国58年入籍 然后什么的 然后再来到这边 然后后面 生母林金妹 生父我的名字 我还真的忘了 哎呦 对 生母林金妹 林金妹 嗯 不是 不是舅妈吗 舅妈妈 对啊 哎呦 我真的在车上 大概就愣了 大概20秒 我才有 20秒 然后就把它喝起来 放进去 回家我再也没提这个事 我没有提这个事 因为我 连问都没问过 啊 你没有问一下 我没有问 因为他们不说 一定有他们的原因 嗯 嗯 那 我在那阵子心情 当然是有点复杂 但是我大部分都在回想 嗯 我大部分都在回想说 这个养父养母太屌 嗯 很多人说 事如己出 嗯 我敢拍胸脯保证 嗯 他们比很多的亲生父母 对自己的孩子 对我来讲 都还要好 嗯 嗯 那我 嗯 何须怀疑 对 所以你其实你什么都不问 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回答 你也觉得没什么好问 嗯 这个状况就是最好的状况 后来我记得 我大概是 三十多岁吧 因为 但是从那之后 我每年 丰年级都回去 哦 都回部落 嗯 那我们部落又是一个大部落 嗯 我每年都回去 没有一年 在那时候 没有一年缺席 最大的 我父亲 我父亲后来就是 哎 那个妈妈怎么一直还没有回来 我就 我们一直在骗他说 妈妈还在医院 哦 妈妈身体不舒服 还在医院 哦 他说他要去看他 我说你现在 我爸也不太方便 九十六已经不太方便走路 我说这样子 我还要背你下楼 我们住的是以前的老房子嘛 那下楼下二楼 不方便 嗯 我没 没你当年那么壮 嗯 所以我们也就别去了 后来有一天 实在实在受不了了 因为他一直问 那天他一直问 嗯 我说我就我就用写的 嗯 亲爱的父亲大人 怎么样怎么样呢 妈妈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走了这样 我爸看完了 哦 陷入沉思 嗯 好 好 那要共计 开电视 嗯 嗯 他是不是也猜到了 对 应该是 我觉得他前面 我们在骗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猜到了 只是 只是我那一封 现场写的信 让他证实了而已 嗯 嗯 然后 然后我觉得 那一代人的爱情 跟那一代人的亲情 跟我们现在真的不太一样 嗯 很内敛 嗯 然后但是我爸 从那天开始 就再也 不运动 本来还有外劳 架着他 一定要他每天 我一定要他每天 家里 从这个房间 走到那个房间 来回要走 十趟 那天之后再也不运动 就躺着 然后外劳 爷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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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提不起进来了 嗯 然后也是这样子 然后 呃 也是比较轻松的走 就没有 没有说 就过他这样子 没有那种病痛的那样子 他去陪太太了 没多久之后 对 不过 我有一个关于艺术的问题 你这么好的一个相声演员 这语言是你的 很充分来表达的工具 对不对 然后你居然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不是告诉你的爸爸用语言 而是用写的 你可不可以 给我一点idea 看看当时的那种心境 为什么不是语言 你是一个相声演员 那个也是一个演出 老师觉得你 他应该特别会表达 那叫无言的演出 你看老师觉得 你应该特别会表达 是不是 他应该特别会讲 我觉得 或许啦 那可是李老师 有时候在那个时候 可能我利用写字的时间 我可以去琢磨一下 有些用字 嗯 因为如果直接用说的话 他表达不清 他表达不清 或者太直接 或者是太细虐 我很容易 我讲话 就像刚刚的学长 我讲话很容易 会走到那个方面去 而且不知道爸爸的反应是什么 对 所以用文字 我觉得可能 比较好一点 OK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对话 应该需要很多留白 嗯 对 的确爸爸也没说什么 就这样笑话 就是父子之间的默契 他接收到了 对 你后来很喜欢看 另外一部片 这个也是很多人爱看的 《最后大丈夫》 你觉得大家应该都来看一下 喝醉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有喝醉的机会跟状况 所以那么好莱坞拍了《最后大丈夫》之后 让我觉得非常惊艳 因为他们的编剧群 编剧队一开始一定是用了所谓的 我把这部戏变成farce 闹剧 从闹剧里面再开始收 让我们看到里面的人性面 看到人性的友情 爱情等等 它在里面各种极尽各种可能闹的事情 可是我相信也有观众朋友可能在你生活当中会发现 你平常有时候喝醉的时候会变成这样 好 所以可以反思到很多我们的日常生活 对 所以这部片讲的是大家这个喝完酒很荒诞 蛮多荒谬的事情发生 但是都不放弃友情的这部电影 那想问你跟冯一刚后来和好了吗 电影有没有给你一些启发 倒也不是启发 我们一直没有决裂 一直没有决裂 只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在我目前的状况里面 我自己犯了错 那么应该要有所反省跟觉悟 那么以及就在反省跟觉悟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自己 当初有一些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做到 比方说我很早 我二十年前就在讲说我要拍原住民的纪录片 我自己原住民 那么我要拍老猎人 在那时候还有几位老猎人 是我锁定的目标 那时候都做了田野调查 但是自己给自己借口忙 自己给自己借口 我没有筹错到经费 自己给自己借口说 我可能过一阵子 准备得再充分了再来做 结果 讲到这个 前年 我锁定的三位老猎人 连最后一位都走了 这部片我根本没有机会再拍了 所以 所以这一年 这半年多来 我开始从我自己的部落 花莲封兵 大港口部落 我开始找 在这个里面我能够真的为 为部落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就开始回乡去做 所以这几年 这一年我回去了很多趟 然后准备重新再筹拍 关于我们自己家乡的纪录片 所以并没有说合不合好这件事情了 这个没有 我们俩 他是我亦师亦友的多年的好搭档 是我大学学长 也是我们一起共同拜同一个师门 长派相声的师兄 所以只是说 那么我应该要更好的成绩 跟东西做好了以后 再来谈合作吧 好 我觉得人生有时候是缘分 对啊 有时候时机 时机来的时候 一切就自然而然随到取成 谁知道三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们两个会碰到面 也不晓得 这个还有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第五集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我们大家讲 都从影片中获得一些动力 但是孝庆哥 你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你看影片 看得蛮专业的 以至于你没有办法 跟太太一起看 没办法一起追剧看影片 讲这个事 这个应该不是只有我吧 为什么呢 可能跟我是 一父一母的双胞胎兄弟 屈中恒可能也会这样子吧 就是很多演员 我们有时候看电影 看戏的时候就看看 刚刚那晏辉刚不是在左边吗 我们现在下个镜子 晏辉刚刚在右边 你根本没有在看这部戏吧 我们整个头录 有 有 有 我们在看这个戏 但是我们看的是 摄影机后面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有时候就 我们这种人也不OK 就会容易剧透 看到没有 待会儿那个男主角 他一定会从门后出来 然后他从门后出来之后 然后一定会跌倒 因为刚刚那一摊血怎么样 然后旁边的人就 ivesmurder 我一会儿就有 后来儿 外来要不不 你去当边际啊 你根本还在台湾 我们就常常会这样子 OK 所以就会发生这种情形 但是我觉得 人也是要磨合嘛 就到最后 我发现我太太有时候看戏 会看到现在偶尔会这样 怎么了 没有 刚刚是不是穿帮了 被你传染了 对 会 这次看戏的另外一个乐趣 我绝对这是乐趣 我们真的不要把 除非你真的要好好静下心来 看一部所谓的艺术电影 《非商业电影》 其实真的 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 你别那么认真的往死里钻 往牛角尖钻 没那个必要 好 其实轻松看待人生 对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这个放假期间 大家可以多看几部好评 我们今天也推荐了很多好的电影 希望大家在里面 得到一些新的力量 该珍惜的珍惜 该学习的学习 该放下的立马斩断 立刻放下 祝福大家 拜拜 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